你难道不会觉得舍不得吗 我舍不得 我当然舍不得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还有牛排吃呢 爸 我今天可是洗出了我的洪荒之力 不许浪费 全部都要吃完 我什么时候浪费过了 我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是 柳秋玉王 嗯 那你也不用专门准备这些啊 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吗 我不是 想表达一点我的诚意吗 看来是大事啊 说吧 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好事 就在昨天 不过原来不是说 今天不找了吗 不是之前申请的那所学校 是普利斯特利 教授帮我投提的资料 不用等到命运了 这不是你一直以来你希望的吗 你没生气吧 我怎么会生气呢 我为你高兴 我一直都知道 你想成为一个好医生 这是你的人生计划 是 都是在计划之中 唯独遇到你 是在计划之外 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计划之外的我 而改变你原来的人生计划 你都没有权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怎么了 当初 唐瑞泽就做了和我现在一样的决定 而我现在 正站在他当年的为时上 我知道留下来的那个人 要承担的是什么 所以呢 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愧疚 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资格 和你提出第三种答案 第三种答案 一个三十秒的拥抱 可以缓解一天的压力 可是在异地的时候呢 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感受到你的背心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都会让你知道的 空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视频了 每天都视频 我知道 就算是视频 我也做不到让你觉得我一直在你身边 对不对 不对 不管怎么样吧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会一直很想你 我会因为你的开心而开心 因为你的难过 而更加难过 还有这三年期间 只要是有假期我都会回来的 当然 你 我会感受到你对我的想念的 你也别想那么多 我也不想那么多 你会回来 这跟我们在一块也不冲突 我也同意你说的第三种答案 虽然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但我唯一知道的 就是不论是时间还是距离 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分开 谢谢你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你也会是同样的态度不是吗 不对 我真的要走了 我要去 我要去上学了 你难道 你难道不会觉得舍不得吗 我舍不得 我当然舍不得 我怎么会舍得呢 什么时候走呢 下个月 我 William 我敢做派 书 不喜欢她 也会走 我实际选择 你不想走 我実情地 我感觉只能蓝牙 我忍不得了 你不想走 我欠了我 我自己有没有资格 我和你提出第三种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